以组绝大陆渗透为由 台当局近日下令强推所谓反渗透法 该法案一旦过关 将令岛内所有参与两岸交流的人士 面临被罗芝构陷的风险 为了煽动民粹骗选票 台当局领导人蔡英文 这次拿出了最极端的招数 不但恐吓迫害台湾百姓 更要彻底闭关自所 切断两岸交流 将台湾绑在台独战车之上 如此神赠鬼焰的法案 蔡英文为何心急火燎 下令强推 且要求必须在12月31日过关 岛内舆论指出 这是国民党为即将到来的选举 铤而走险 谷处一致 由于民进党在立法机构 有席位优势 反渗透法极有可能强度关山 反渗透法若过关 岛内支持两岸交流的民众 都将陷于真正的绿色恐怖 据岛内媒体报道 所谓反渗透法全文只有12条 内容粗糙且模糊不清 岛内媒体披露 以反渗透法的规定 几乎所有大陆机构组织 媒体与学校等 都可被解释为渗透来源 而任何与上述大陆机构 和组织打交道的台湾民众 都可能被台当局罗制罪名 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 反渗透法为明确指出 相应的主管执行部门 而对应的法则却相当明确 只凭行政部门的自行裁定 便可将人移交法办 这意味着 蔡英文和民进党当局 可以肆无忌惮地 罗制罪名打击一击 挑动两岸对立 煽动仇视大陆情绪 私内倒裂族群 向来是民进党 打选战的不二法门 但民进党两次执政 所推法案的凶残程度 恐怕莫死为甚 这一壮如癫狂的动作 只欲将台湾拉回戒严时代 将岛内半数人 置于白色恐怖绿色恐怖之下 大规模的政治清算 和迫害呼之欲出 这一动作 透着穷凶极恶 也暴露出心虚和焦虑 反渗透法将给台湾带来灾难 是典型的残民疑惩 这一所谓法案若过关 岛内所有和两岸交流沾边者 将人人自危 所有人都可能被牵连和邪院报复 滥行检局一定一堆 到时候不知道多少人要倒霉 这一法案 更将给两岸交流者添堵 严重破坏两岸关系 反渗透法连同台当局此前通过的 所谓国安无法 则更加狠决 其显恶用心 就是在两岸间筑起高墙 还要在墙头埋上碎玻璃和钢丝网 釜底抽薪式的阻断两岸交流 民进党的所作所为 再一次暴露出反制乱台 祸害两岸的真面目 恐吓民众 煽动仇恨 拉高两岸对立 阻挠两岸交流 破坏两岸关系 民进党不仅是两岸关系的麻烦制造者 更是岛内民众的灾难制造者 负能量传播者和福祉破坏者